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扮演者赵文卓同样是习武之人 且在感情上交过七位女友 虽没有为爱而死的程度 但没锻炼情或刻骨秘心 或牵肠挂肚 或守得圆满 或留下永久遗憾 出生在武术世家的赵文卓 八岁时被父亲送去学武术 别人的童年都是各种玩具与游戏 他的童年尽是长枪长剑 还有又疼又累的拳术 梅花香自苦寒来 汗水没白流 赵文卓自12岁开始参加比赛 拿奖不断就没停过 18岁那年 赵文卓考进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 那时的他 竖指干净利落的短发 五官端正 个子高 功夫好 加上手臂的肌肉 引得女同学不禁多看几眼 凭借帅气的外形 赵文卓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公认的大帅哥 不是校草 而是被称为校术 帅气的男生打篮球时 总有女生来送水 赵文卓也不例外 每当他练舞 练到累 到旁边休息时 便有女生递来鸡腿和汽水 有男生想约女生出来看电影 故意说今天晚上赵文卓也来 女生一听信以为真 连忙问还有没有票 等到看电影时 赵文卓当然不会来 男生又撒谎说他临时有事了 咱俩一起看吧 不过女孩子没这么好搞定的 立马识破计谋 却还装着失望的说 赵文卓不能来啊 好吧 那我也不看了 面对女同学们的疯狂示好 年轻气盛的赵文卓 想不动心都难 于是他和一位长相不错的女同学 走到一起 瞒着老师偷偷约回恋爱 可只抱不住火 后来还是被老师发现了 古板较真的老师 怕谈恋爱会分心 硬是拆向了良人 爱情的小火苗熄灭了 赵文卓只好将全部心思 放在恋武与学业上 1991年19岁的赵文卓 拿到了全国武术冠军 并当选国家五英级运动健将 可谓年少有为 未来前途无量 势力连结为偶像 一心想当功夫巨星的赵文卓 也迎来人生的转机 他被导演袁奎挑中 饰演电影方氏玉的大反派 瑞尔多 虽是影坛小白 却将角色的心狠手辣 诠释得非常到位 同一年赵文卓又被徐克拉过去 让他挑起大梁 顶替列连结 饰演黄飞红 虽与原版有差距 但阻挡不了赵文卓 大红大紫 名气暴涨的趋势 随着事业不断上升 赵文卓的绚烂感情史 也跟着到来 黄飞红之后 徐克又邀请赵文卓 出演青蛇 并让他饰演最帅的法海 戏里法海很无情 戏外赵文卓却动了心 不是张曼玉 也不是王祖贤 而是饰演倒酒侍女的陈东梅 陈东梅是香港亚式的女演员 名气虽不大 但长相温婉清丽 有着一头长发 存在选美大赛上拿过奖 当时赵文卓与陈东梅 被拍到一起吃饭 举止亲密 绯闻随之而出 但两人没有公开承认 只说是好友 到了1994年 赵文卓参演徐克的贺岁大片 金玉满堂 认识了张国荣 两人虽相差16岁 却很投缘 赵文卓教张国荣如何健身 张国荣给赵文卓讲戏 又带他参加很多活动 提醒他要多与人沟通 讲话做事不要太止 有一回钟振涛举办家庭聚会 席间张国荣介绍朋友 给赵文卓认识 其中便有梅艳芳 也许注定有一段缘分吧 想差9岁的两人 聊着聊着便聊成了恋人 尽管两人爱得深情一切 但外界并不看好 曾有记者问赵文卓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赵文卓回答 现在事业未成 没有经济基础 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 记者借势问道 梅且这么有钱 你还有担心这个吗 话中有话 很明显在讽刺赵文卓吃晚饭 梅艳芳出道早 资历神 名气地位高 是港圈的大姐大 赵文卓在别人面前是功夫明星 但在梅艳芳面前只能算是小弟 在性格和生活上 梅艳芳习惯了呼朋唤友 除了拍戏工作 便是数不清的喝酒应酬 性格耿直内敛的赵文卓 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也不愿参与其中 时间长了 梅艳芳的感情有了微妙变化 别看梅艳芳总是很坚强 很乐观 实际上她很敏感 缺爱 缺安全感 从小家境窘迫 父亲早逝 好赌的母亲与哥哥 除了要钱 还是要钱 赵文卓学武时也吃过苦 但家庭完整 不愁吃 不愁穿 享受足够的父爱母爱 不同的出身 也让两人有时候 无法理解彼此 这样一来 缘分走到尽头 便选择放手 当被问到分手的原因 梅艳芳说是个误会 如果那时解释清楚了 我可能就是赵太太了 即便梅艳芳去世了 赵文卓依旧不松口 这份恋情我非常珍重 我会永远把它埋在心底的最深处 我会对她 对她所有的秘密负责 梅艳芳去世时 两人已经分手多年了 但似乎仍有牵挂 2004年12月30日 赵文卓在上海参加完活动 和太太朋友一起坐飞机回去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在上飞机前 赵文卓觉得非常冷 浑身发抖 跟朋友说话 语无伦次 答非所问 不知自己在说什么 上飞机后 赵文卓找空姐 要了两条毛毯 严严实实盖在身上 当时她莫名地感到害怕 心想着快飞吧 快飞吧 等下了飞机 赵文卓打开手机 立马有人打来电话 接通后 对方直接问 你知道阿梅病危了吗 那一刻 赵文卓觉得可能要出事 到了晚上 噩耗传来 曾经梅艳芳生病 赵文卓想过去看望她 但遭到拒绝 因为梅艳芳 不想把自己糟糕的一面 展现在 曾经最爱的人面前 可惜命运不得人 赵文卓只能在灵堂 见梅艳芳最后一面 怀着沉重与思念的人 她在晚帘上写道 此生至爱 一路好走 也许梅艳芳找到一个 能托付终身的好男人 只是那个男人 没真正读懂她 在与梅艳芳交往期间 赵文卓曾与吴吴启力传出绯闻 两人一起拍 王飞鸿之理想年代 和很多女生一样 吴启力也是赵文卓为偶像 忍不住上前敬酒 要签名 好事的媒体知道后 紧紧盯着两人 被拍到一起吃过饭 绯闻就这么产生了 不过两人自识之中 都不承认 解释我们是兄弟情 是关系好的朋友 2000年之后 赵文卓转战电视剧领域 恋情又一次到来 排风云时 赵文卓与饰演第二梦的 蒋晴庆传出绯闻 爆料称两人在剧组 好过一段时间 没过多久就分开了 还有媒体称 赵文卓与水灵 投缘到可以在酒店房间 夜吐新事 虽然赵文卓没承认 但蒋晴庆在采访中表示 有过一段露水情缘 与剧组合作对象拍拖过 可仅仅20天就分开了 但至于是否是赵文卓 还无法确定 虽然没能与琼瑶第一美女 有更多的发展 但被对方爆料另一段恋情 2011年在宣传电影 正成功1661时 江晴庆说 我和赵文卓合作过三次 每次都见他的女朋友 带汤水和零食来探班 他的女朋友很好 小鸟依人一样 恋情被报 赵文卓大方承认 透露女友小莲 小自己五岁 是一名钢琴老师 在恋爱半年后 小莲去加拿大留学 分隔两地 耐不住思念 小莲经常坐飞机 来国内探望赵文卓 后来小莲怀孕 生下儿子 虽然分开了 但赵文卓承担起责任 将女友和孩子接回北京 并把房子过户给他们 答应女友会一起 抚养儿子到18岁 别人被报私生子 难免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但在赵文卓这里 倒是一片安静和谐 经过几番漂泊与恋情后 31岁的赵文卓 觉得该终结情史 找一人好好恋爱 好好过日子 在一次饭局上 赵文卓与现任妻子 张丹璐相识 因为是同乡 两人便用家乡话聊了起来 一回生两回熟 随着交流的增多 两人的关系有了变化 渐渐发展成了恋人 在谈了三年恋爱后 2006年 两人林郑结婚 张丹璐直接放下事业 为丈夫生子 又全力辅助丈夫的事业 张丹璐性格大方又大度 当赵文卓在台上讲述 与梅艳芳的过往 坐在台下的张丹璐 认真听着 赵文卓哽咽说不出话 他也眼眶寒泪 现任面前回忆旧爱 有过私生子 这样的赵文卓说起来并不光彩 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接受 好在张丹璐能理解 当然赵文卓的确是个好丈夫 好父亲 结婚之后 情史粉纹真的断了 近些年 赵文卓在事业上 虽没拿得出手的作品 还被说吃老本 但年近半百仍在努力 为了自己的名气 更为了妻子与孩子 这份责任心是不可否认的 几番周折 终于定下终生 这不知赵文卓是经历太多 是时候收场 还是以前没遇到对的人 现在遇到了 这些都交给时间去判定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瑜伽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